所以在此讲 这是一和普普通通的磁带 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在那个流媒体还没有占领世界的年代 那个80后90后没听过磁带呢 当然它播放的不一定是500或者王心灵 磁带不光记录了你的青春 还在音乐行业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版风潮 而且不同的磁带之间 还有音质上的高下之分 高级的磁带机 功能也远比我们用过的复读机多得多 磁带是怎么记录声音的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讲讲磁带的故事 我们小时候听的磁带属于卡式磁带 相对应的还有另一种磁带叫和式磁带 像午夜兄弟里的真子 就寄生在这种录像带里 顺便说我们现在说的VCL 就来源于和式录像机的英文缩写 磁带出现前音乐大多数都记录在黑雕唱片上 而磁带的出现极大程度上方便了音乐 尤其是盗版音乐的传播 我们小时候听的隋远兹 周杰伦 陶吉吉可能绝大多数都是盗版的 盗版磁带大流行是因为磁带非常容易记录声音 在这条棕色的塑料基带上有一层磁性涂层 通常是氧化铁颗粒 它们的磁力原本是无序的 在录音时当声音被麦克风转换成电流后 就会来到录音磁头这里 让磁头处产生相应变化的磁力线 这些磁力线会在录音磁头的开口处露出来 把经过磁处的磁性涂层磁化 形成一个个有序的磁化区域 这些区域里的磁性涂层的排列和强度 就对应着录音时的声音信号 播放式就简单了 播放磁头从磁带上读取磁力信号 产生电信号 送进昂声器 声音就出来了 这就是磁带记录声音的基础原理 简单强妙 我们中国家庭大多数都没有经历过昂贵的黑胶基因 所以磁带就是很多人接触音乐的最初渠道 而正是因为磁带录音播放都太简单方便 有利于大规模盗版 所以有些唱片公司非常痛恨磁带 喊出了打击盗版运动的口号 说家庭录音正在扼杀音乐 但也有人跟他们对着干 比如有一支英国的新浪潮乐队 就在自己发情的磁带中特意将避免流空 鼓励你自己在家翻录音乐 然后惨遭摆在唱片景 磁带不仅有利于盗版 它本身的价格也便宜 所以我们小时候的英语课配的都是磁带 在上学的时候 英语老师会让我们把口语练习 用复读机录到磁带上 如果你没有空白磁带 那就必须在这一堆最爱中挑选一盒 擦除掉它 再录自己的声音 那磁带是怎么被擦除的呢 复读机里还有一个擦除磁头 当你按下录音键时 擦除磁头会产生一个高振幅 高频率的交流磁场把磁画材料打乱 那王兴林的声音就被磨掉了 而你的声音会通过一个内置的话筒 被擦除磁头后面的录音磁头接收 再录到刚刚被擦掉的磁带上 这样以来王兴林的声音就变成了你的英语作业 当然你肯定舍不得用王兴林的磁带 为了防止你一不小心手抖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很多磁带上还做了防擦除的巧妙设计 就是这两个东西 如果这两个地方空着 就说明磁带只能播放 不能录制 因为此时磁带机里的这根录音杠杆被挡住了 就算你硬按录制按钮也按不下去 但如果哪天你长大了 不承认自己喜欢过甜心教主了 要封心所爱的话 那只要用胶带把这个东西遮住 就能按下录制按钮 抹除掉关于它的一切 对了 虽然磁带的音质比不上今天的设备 但不同的磁带也有音质高下之分 这就是传说中的菜鸡糊琢 磁带一共分四类 其中最常见的是一类带 它的磁性材料是氧化铁 特点是底噪较大 中低音较好 高音表现稍差一些 比较适合录流行音乐 我们小时候听的盗版带 或者说市面上的绝大多数磁带 都是一类带 二类带的主要材料是二氧化铁 或者二氧化菇 它高音比较好 中低音差一些 三类带是先涂一层氧化铁 再涂一层二氧化铁 但由于工艺复杂 而且成本高 三类带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 所以发行的数量很少 四类带也叫金属带 它的磁性涂层是非氧化金属粉末 露出来的鸽动态范围大 低中高音表现都非常出色 当然也是最贵的 基本只在发售与圈子中流行 我是没见过了 除了磁带外 当年的磁带机也玩出了花 我这种穷孩子小时候用的复读机 有播放录音快金快对的功能 基本就差不多了 而有钱人家的孩子 当年就用上了更高级的随程厅 我们吃中金买了一台二手的 1994年的Sony Workman 它当年的发售价要27000日元 相当于1994年的人民币2278元 它不需要手动翻自带 而是有自动翻面功能 它也不需要手动快进快退找歌 而是有一个自动找歌功能 只要按下快键键 它就会自动找到下一首歌的开头 按下倒带键 它就会回到这首歌的开头 它甚至还搭载了杜比降噪功能 我们试了一下 是真的能听出来降噪和没降噪的区别 可惜很难通过视频给你展示 我小时候真没见过这么多功能的磁带机 我们查资料的时候发现 索尼其实推出过很多奇怪的随身厅 比如在1983年推出的第一款防水随身厅 1986年推出的第一款带有线控的随身厅 还有这些带收音机 全透明外壳 太阳能时钟等等功能的随身厅 让人眼花缭乱 当然不管磁带和Workman的随身厅 当年玩出了多少花样 有多辉煌 后来都在CD和流媒体的冲击下 烟消云散了 但也别急着给磁带唱碗歌 比如聪明的你可能听过 作为一种存储介质 磁带仍然在数据备份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 很多商业公司在备份数据时 都会采用一个名为321的备份原则 也就是素材至少要保留三份副本 将它们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介质上 其中至少一个备份 要存在与其他备份不同的地理位置 而不同类型的储存介质中 就有磁带的一些质地 不过它并不是你小时候听歌的磁带 人家现在长这样 里面是这样的 相对于寿命只有十几年的硬盘来说 磁带的存档寿命可以达到30年 储存容量和传售速度也都不错 更重要的是价格也不算贵 比如四数TB的磁带和人民币差不多是640块钱 平均每TB就14块便宜到飞起 不过你也别指望拿它存个人数据 除非你愿意额外给它配个4万多块钱的磁带机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买不起别人家的磁带机 相比于流媒体CD甚至是黑胶来说 磁带在今天都已经格外落伍 我们甚至找不到有哪些歌手或者乐队还在发行磁带 我想从表哥那里借他当年收藏的那一堆 孙远兹磁带用来拍视频 结果当然是找不到了 从千禧年开始 磁带逐渐淡出了主流音乐存储介质 你开始用CD机MP3与音乐 随着我们这一代人念书 搬家 上大学 毕业 打工 斯大门不断丢失 或者被遗忘在了家里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吃灰 可能已经受潮损坏 再也播不出音乐了 但你知道 它曾经承载过你一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